一个内地女人为他人开窃户口洗黑钱 涉及金额近60亿元 判监6年8个月 是香港第三大洗黑钱案 被告早前承认串谋他人洗黑钱 高等法院早早判刑 警方说涉案的内地女人 在内地朋友介绍下认识一个香港男人 在她怂恿下在香港开一家出入口电子零件公司 并以公司名义开户口 其后将银行密码和提款卡交给男人返回内地 获取二三千元报酬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这间公司没有实质业务 但在11至12年间有9千多宗交易 涉及金额达到59亿7千万元 怀疑公司洗黑钱 前年案女人反港时将她拘捕 警方说判刑反应案件的严重性 提醒市民注意户口收入来源 最近我们警方发现 一些不法分子是透过社交平台 以赚快钱为名 然后向求职者拿他们的个人资料 或者要求他们开取户口 或者借用他们的户口 我这里再重新提提各大市民 任何人 无论有否涉及收受报酬 都应该要清楚自己银行的收入来源 如果用自己银行户口处理一些非法的款项 如果用自己银行户口处理一些非法的款项